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羊羊来寻宝 吃精美的陶瓷 我的陶瓷杯子受伤了 只留下盖子还在这儿 快把我找回它吧 受伤 那我们赶紧去救它吧 陶瓷是用天然的陶瓷粘土做的 你们这些工具不适合呀 只有做陶瓷的师傅才能修好它 那我们赶紧出发吧 快来看看呗 瞧瞧咧 好漂亮的古董 快来看看呗 杯子 我们这里的陶瓷都很好看哦 而且十分少世界各地的人喜欢 嗯 好喜欢好喜欢 哇 真的好漂亮呀 美雅雅 嗯 杯子都受伤了 我们要赶快找到它 还有陶瓷师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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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早已有反应了 嗯 嗯 就在这边 嗯 嗯 嗯 陶瓷作坊 找到了 陶瓷杯子 你哪里受伤了 没事吧 盖在我头上的盖子 在跑出来的时候摔碎了 我变成了这个样子 官长看到了会很伤心的 嗯 啊 对了 这里是陶瓷作坊 叔叔您好 我们想学做一个杯盖子 可以教教我们吗 当然可以 跟我来吧 这里的陶瓷师傅 我会教你们的 哇 是陶瓷师傅 啊 好厉害的样子 这里有好多陶瓷呀 杯子 我们给你做那种颜色的好吗 那是糖三彩 是有三种颜色的瓷器 而我是蓝白色的青花瓷 你们还是给我做个配套的 青花瓷杯盖吧 嗯 师傅 我们想要做一个青花瓷杯盖 哈哈 可以啊 那我们就开始了哟 哇 怎么对呀 你加太多水了 嗯 你的脸 我们先把泥块放在拉坯机上 接着稳定双手开始塑形 哇 很熟练啊 哇 好厉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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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复原状了 那我们快点去博物馆吧 好 今天考考大家陶瓷除了可以做成我们日常使用的碗碟花瓶之外 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知道 就是这个 这不就是个花瓶吧 很普通的 才不是呢 光线很融合 这是陶瓷灯哦 陶瓷具有耐高温的特性 就算长时间使用 灯罩也不会损坏 还有还有 除了可以做灯 陶瓷还可以成为手机的一部分 比起其他材质的手机 陶瓷材质的手机更耐火 而且更方便我们接收信息 传输数据 陶瓷还有很多厉害的用途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陶瓷吗 喜欢 材料准备好 一起动手 我想要做个情话词 不停在旋转 慢慢成型 一道道工需要拿心 转啊转啊 转吧 花瓶出来了 晒呀晒呀 晒干好苗条 加上漂亮颜色再烧烧 进来的套餐 几块完成了 材料准备好 一起兜手 我想要做个情话词 不停在旋转 慢慢成型 一道道工需要拿心 转啊转啊 转吧 花瓶出来了 晒呀晒呀 晒干好苗条 加上漂亮颜色再烧烧 进来的套餐 几块完成了 材料准备好 一起兜手 我想要做个情话词 不停在旋转 慢慢成型 一道道工需要拿心 转啊转啊 转吧 花瓶出来了 晒呀晒呀 晒干好苗条 加上漂亮颜色再烧烧 进来的套餐 几块完成了 可啊 这首歌好听吗 我们下次再见啦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你早以为我变得更香 健康因为我变得更烂 白云变得更柔软 是呀呀 呀呀 来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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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呀